想回到自己讀幼稚園的時候 就是幼稚園Kindergarten 最喜歡的課就是故事課 我想很多小朋友 當時的小朋友 或者到現在的小朋友都是喜歡聽故事的 人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天性 喜歡聽故事 故事有些是作的 有些是實在的 有些是實在的 改編的 有些是無厘頭的 大部分的故事都是有一個moral 就是一個故事教訓我們說什麼 我們今天不是說教 就是講故事那樣東西 其實呢 近代有小說 以前也有一些 將回小說 英文方面 Norval 小說 很多 就是很多種體材 現在是一個國際的 外國的 有華夏文化的 我不叫他做中國了 我現在盡量不用中國這個名詞 因為用中國這個名詞很窄細 變成一些人認為中國仍然是世界的中心 其實做人都不應該是自我中心 何況是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 你自我中心其實是很笨的 你沒有進步的嘛 你經常覺得自己最大嘛 人家比你大 你就害怕啊 那沒什麼意思呢 好了 回頭回 講故事這件事 以前呢 就算是小孩子 看卡通片 都是一個故事的 一定是 有主角 有配角 跟著有一個事件 有人怎麼處理這個事件 沒理由 拍一個人 起床 洗臉拆牙 吃早餐 上班 吃晚飯 洗澡 睡覺 那些不是故事啊 只不過是一個段落去拍攝 拍攝給你看 沒有經過剪輯 將個大綱啊 主子啊 去發揮的 那些不算故事 甚至是小孩子的時候看卡通片 看公仔書 我記得我 最小 最原先看的卡通片 看的公仔書是什麼呢 當然是老夫子啊 什麼大鐵人啊 那些 黃司馬那些很後期的了 還有沒有什麼興趣看黃司馬 不知道為什麼 黃司馬是屬於中產一點的 有錢一點的 家庭 太太 先生 小姐 小奶 那些 不是很適合我的文化 窮人啊 骰智俱大 好啊 講回 看故事 公仔書也是故事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然後呢 報紙也有故事 連載的 其實我一個報紙連載的故事都沒有看過 現在就講回以前是 金融那些小說 在明報到連載啊 連到明報都一指封衡 那時候是 六十年代 那時候我只不過是一個 幼稚園學生 或者跟著變成小學生 那 談不相近遠 那到中學年代呢 就有 這個 這個 亞時 天蠶變 黃英寫的 寫的 武俠小說 那時候 第一部看的 武俠小說呢 就是黃英寫這本 天蠶變 那真的賣了一本書回來看 那我記得幾元的雞 也很便宜的 以前的 那我歌呢 最深武俠小說的 那又去一個 新蒲江的書檔那裏經常租 那我大哥有個不好的習慣呢 就很多時候租了一些小說回來 就忘記還 忘記還 人家就殺你訂金啊 那家裡也有好幾套的書 我還記得的 那些武俠小說呢 就用鐵釘來釘的 因為怕 它是 就是一疊紙這樣 兩邊黏膠水 那 一塊大一點的紙 一包包著它 那就是那個 書 封圖 那因為一本書要租 我想租十幾次 就應該回到本了 那你要租超過 超過 超過三五次 那就回到本了 那其實看了三五次 那本書都散了 所以 公席那些 小說書檔呢 就用鐵釘 就釘穿下去 跟著打橫把釘 屈回頭 就夾回十本書 那是非常粗粗的釘裝方法 那時候 家裡也有一兩套這樣的書 不太記得了 或者我問我大哥 有個機會 那 那 這種 這些武俠小說 是印刷的 那 跟著 有電影 電影裡面的 其實也是講故事 有電影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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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陰屋 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不是家家的電影 到七十年代 我想 大部分香港人 都有電影 電影 也在電視機 看故事 當時最厲害就是無線 因為無線是 主導的市場 主導的市場 雅士也有 好了 這個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到二千年 我想大概 二千零一零年 那個 網絡普及 跟著 就有些 群組 也有人在網上寫故事 博人去看他的故事 現在及至到現在 這些故事發展到 去到YouTube 有些人在YouTube拍片 有些人 在YouTube 講他的故事 有些人是創作的故事 有些人是經歷的故事 總而言之 人類對於 聽故事的 渴望 要求 從來沒有改過 正如我這樣 有很多時候經歷過的故事 我都會錄在YouTube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六個三段 講嘉莉大廈 都是我親歷的故事 有機會 如果有些大一點的事件 自己親歷到 都會 錄一段故事 放上YouTube 或者 最貼身的就是 最近 FIP了幾間屋 不是 condo 屋 這樣 可以將 整個過程 怎麼裝修 賣入多少錢 賣出多少錢 中間遇到的困難 有什麼開心的地方 亦都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嘩 這幫裝修佬全部開工 不是 建築佬 錄到這裏 切斷去 在下一段片繼續說 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 要幫他們 知道 有 Rem 那